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 那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呢 提到这么一个说法 说涛哥看你的分析呢 有时候我们存在有希望 但是这希望呢 就像你说的一样 总是在梦里头不敢醒啊 不敢睁眼 一睁眼就怕这希望啪啪 就像啪啪碎了 但是无论怎么样呢 其实在这一波的浪潮当中 我们截止到今天我们做节目啊 咱们只能这么说 截止到现在 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的苗头 那眼睛呢 不敢睁开 但是呢 世主想眯眯眼 就是说梦接着做 但是梦呢 梦醒时分的时候呢 也是有点保不齐的事 梦醒时分 是不是希望就来了 希望成为现实了 在不能说大跨步的往前追 在小步的挪 我们看到了这个概念 不光我们看到了 其实很多人都感觉到 在陈光诚的嘴里呢 所谓说的就是中央政府啊 那中央政府呢 就指的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 李克强 那这些人呢 他们现今握有从未有过的这种权力的这种坚固性 而这种坚固性呢 在他们权力的打斗过程当中 今天客观现实造成了他们这种稳定性 而这种稳定性呢 要希望他们能够人性的一面呢 展露出来 还给中国人呢 一个真实的一面 那其实这种真实的一面呢 这就被我解释成天意的概念 顺天意而为之呢 在未来的这种灾难 或者说遇到什么冲突的时候呢 可以把损失呢 减到最小 无论从国家 从他们自己 还是从老百姓呢 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那关键就看如何选择了 苹果日报有篇文章 针对六四的将较来临的时候 他写了一篇评论 提到了类似的看法 中共高层对六四有分歧吗 这是他的一个问句 文章上来提到 近日中共高层对六四的看法 似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甚至出现了一些分歧的迹象 那些双手沾满了鲜血的这个屠夫们 越来越惊恐了 在他们看来了 他说纷纷把自己撇清与六四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那另外一个呢 他就提到呢 星期日和星期一 贵州省省会贵阳市呢 连续两天有公众的公开悼念六四 他们在贵阳人民广场拉起横幅 那明确写着八九六四二十三周年计 追查凶手 停止政治迫害 而且高呼口号打倒独裁 这个也跟大家介绍过 他说很奇怪的就是公安没有干涉 也没有抓人 那活动的召集人事后也表示说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国保警察这一次竟然没有阻止 会不会高层正在打斗呢 那我们最新的消息看到呢 这些人呢被警察去调查了 有人说被软禁了 就是当时参加贵阳这件事情 但是在现场呢 并没有任何警察的冲突 那至于为什么后来有人去呢 有警察去呢 那我们现在说实话看不清楚 我能够理解到的就是中共高层的打斗 就是意见分歧才会出现一开始没有 后来有 那如果一开始没有 后来也没有的话 那就应该验证的上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分歧 有主导的意见 有主导的想法直接贯穿下来 但是现在一开始在整个活动期间没有任何干涉 而这些人回到家又遭到警察的骚扰 就说明中共上层是有分歧的 文章接着讲说 这是23年来 中共第一次容忍在公开的场合下公开对六四悼念 只要中共有决心 一只蚊子也不会飞过天安门广场的 更何况公开悼念六四呢 出现这种异常的现象 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共高层是有分歧的 只要中共高层内部没有共识 下面就不知怎么办了 所以民间会有少许的自由空间 我说呢 关键下面呢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不同的当官都给下面下命令 这下面就歇菜了 基本就晕死他们 所以咱没做过那官 就是第一层的官 咱也没当过中共的官 连党员什么都不是 我记得那时候在学校这个说要入党 似乎也有考虑过啊 说要入党 后来人说石桃你入不了党 我的我的班主任系主任说石桃你入不了党 为什么呢 你上课有时候说话 你说这理由多逗 当初在大学里头能入党 一般在学校里头你稍微怎么样呢 入党的话 那是一个直接非常好的结果 因为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 那一批人 我说过现在都是今天中国社会中间力量 当官的 发财的 都是当初的七七级 七八级 七九级 八零级 那刘远就是七八级的 那大家看到的就是现金的状况 而他的前提条件呢 是要党员 那个时候你在学校入了党 为你后面的士徒呢 就铺了平坦的路 那我想说的意思呢 就是上层如果出现冲突的话呢 下层呢 就很难办了 因为就是说谁指挥你都行 这就是我提到共产党本身的邪恶性 文章紧接着就提到温家宝 他说温家宝在党内呢 在几个月前我们已经看到有报道 他直接提出来平反六四 这就是我一再说的 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呢 提出了这一条 而中共的防火墙呢 也放松了对六四本身过滤的这种限制 而网民们可以搜查到海外的有关六四的一些网页 那两三天恢复正常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经常会有这种状况的出现 就是我们看到在百度里 今天可以杜出江泽民是蛤蟆 明天可以杜出这个拿下周永康 活摘六四 其实我们看到百度上呢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这在原来是没有的 这就说明中共高层的打斗呢 不同的官员给下面干活的人呢 下命令 所以下面那个门插关呢 最惨 所以文章紧接着下面他再次提到 至今有关赵紫阳的消息和六四之间的关系呢 你在百度上依然可以看到 那文章最后他就提到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此外 那些沾满六四鲜血的这些屠夫本身呢 似乎呢 日益的这种忧虑呢 更加加深了 除了杨尚昆的家人 李鹏的家人 就连陈希同也开始出版回忆录来想撇清自己 他说这件事情呢 应该也表明了中共高层这种分歧的结果 我自己的看法呢 我觉得更超脱一点 为什么呢 我一再跟大家讲 李鹏也好 陈希同也好 那他们的作为是要撇清自己 邓小平在清算他之前 在清算六四事件之前死了 然后跟儿子说一定把骨灰嚷了 所以我的评判呢 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就说邓小平太聪明了 他知道自己干了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 中国人有一个概念 真怕死后被人家绝了坟呐 编了事 真怕 越当官的 越有权力的 越曾经如何的 都怕这手活 邓小平呢 确实他能够被毛泽东三次拿起来 三次又打下去 他能活着 他不自杀 他确实有超人的本领 超人的心理素质 他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呢 他也可以给自己做出一个结果和判断 如果我死了 如果我死之后能够留着全尸 给我埋在哪儿 有一天六四这个这件事情一定会翻版 翻版之后 大家一定会到我分头上把我的尸首拿出来 甭管当时是剩了骨灰啦 还是骨头啦 没了肉啦 甭管什么东西 那老百姓一定要把它曝光于天下 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恨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邓小平老聪明了 就像我们有一期节目当中提到 姚坚富跟陈希同对话当中 陈希同说 他没有向邓小平谎报军情 邓小平广布眼线 邓小平所做的决定一切的事情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我没有陈希同讲 我没有欺骗邓小平 而姚坚富呢 同时呢 在赵紫阳活的时候呢 也见过赵紫阳 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赵紫阳当时说 如果邓小平被别人骗了 就不是邓小平 他只去会玩弄别人 他不会被别人玩弄 如果一旦他知道被别人玩弄的话 那人死的会很难堪 这是我说的啊 人家赵紫阳只说 如果邓小平被骗了 就不是邓小平 就足以验证我自己刚才说那话 邓小平太明白了 所以不能把尸首留下 必须嚷咯 骨灰都不要 怕死后被清算 他也深深的懂得 六四就二十年 完了就完了 儿子也长成了 女儿也长成了 也挣了钱了 至于六四这事再翻了板 儿子也好 姑娘也好 你怎么办 你好自为之吧 我个人看法 这就是邓小平的想法 所以整通篇文章说的一个主题 中共高层现在处在于分歧的过程当中 在如何面对六四 如何处理 这是个选择 我自己的看法 阳光的看法 就是胡温确实在六四 借助六四这个时间 希望在六四这件事情上 来缓解真实的往前走 缓解社会压力 当然我还是说那句话 梦是真的 这个时候有点瞇着眼 你现在别完全睁开 我个人也没看到那 完全睁开容易晃了眼 所以咱们就一步一步走着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